中国女足3比0大胜美国,中国足球还得靠女人,美军体育官方推特截图,今晚,三是幸运数字,中韩女足军以3比0战胜美国和加拿大报道称,中国队一开场就占据上风,一直压着美国队打,当比赛进行到19分钟的时候,一个远距离掉门成功,拿下比赛的第一分,几乎又一个19分钟后,中国队再次从左翼进攻。 中间包抄,攻破美国队防线,近距离将球攻入再次得分,美国队虽顽强抵抗,但是顶不住中国队的频繁进攻,在上半场结束前三分钟再失一分,下半场,中国八一队注重防守,美国队屡攻不入,最后以0比3输给中国,中国3比0战胜美国,韩国3比0战胜加拿大。 在星期五本届比赛的首场赛事中,美军女子足球队以0比1输给韩国队,韩国、美国和中国同属A组。 这个组还包括荷兰和加拿大队,美军主办国际军体第11届女子足球锦标赛。 官方海报,十个国家,一个冠军美国国防部国际军体第11届女子足球锦标赛。 6月21日开幕,7月3日结束,拥有136个成员国的国际军体理事会。 在其网站上说,这个组织的宗旨是通过举办各类军事体育比赛,发展并促进各会员国军队间的友好关系。